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环保署预告 一次用饮料杯限制使用 对象及实施方式 从111年7月开始 全面禁止使用保利熔杯 其实目前北部已经柔性劝导 台中台南则是都完全禁用 但根据统计 保利熔杯全台一年的用料 数量超过8000万个 相当惊人 加上它易碎难回收再利用的特性 对环境有相当大的危害 而这次草案中另一大重点 是会限制特定的业者 如果民众自带环保杯 要给出5块以上的优惠 希望达到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料 政策用意良善 但有民众认为5块诱因不够 对业者来说 则是成本负担得增加 如果提供可以用租的环保杯 又会担心食安问题 环保政策实际执行上 还会面临到不少难题 热线追踪继续带您了解 连锁速食店中午用餐时间 客人络绎不绝 店员饮料一杯一杯接着装 不过仔细看会发现 这当中有些杯子不太一样 白底篮子的外观 杯子并非民众自备 也不是连锁速食店提供 而是用租借的方式 可以重复使用的循环杯 我会带水壶 但是水壶通常都拿来装水 比较少会拿来装饮料或咖啡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服务还蛮好 环保署预告 一次用饮料杯 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 其中在民国112年开始 连锁便利商店和连锁速食店 至少5%要免费提供消费者循环杯 提前应应新政策 北市环保局和租赁 以及速食业者合作 设置环保杯的租赁站 只要用手机申请后 扫描机台条码 就可以有免费的环保杯使用 这个永续不只是循环而已 我们刚刚特别调调了 共享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的共享是 当我们设置这个机台 是所有的业者跟民众 都可以一局参与的 它不仅仅只是限制在 一家餐厅 一个品牌 一个门市而已 目前机台在北市遍布公管商圈 不过实际来到捷运站 和超商的归环站来看 中午用餐时间 人来人往 但却完全没有人使用 我们预定的目标 是希望就是每天 至少有150杯的循环杯的 一个使用量 到目前为止 因为还在刚开始的 一个执行阶段 我们基本上都还在预期的 目标的使用数量上 卫生也是个问题 对啊 你不确定他们 上一个租润的人 或是店家怎么清洗 对啊 卫生还是比较担忧一点 租赁被使用完后 不用清醒 只要把内容物清除后 就可以投入机台中 但这样的便利性 也引来安全卫生的质疑 让不少人忘了却步 基本上卫生问题 我想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啦 不过就如同我们到餐厅用餐 我们的内用的餐具 也是经过合法的清洗 所以我们循环杯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比照做高规格的一个餐具清洗 环保局表示 所有的杯子都会送到合法清洗厂 做消毒处理 卫生上民众不用太担心 不过这样的租赁形式 或许在密集的商圈 比较容易广泛射点 能有连锁的效应 但实际要推广出去 还是有一定难度 其实对于每个店家来说 其实营运空间的一些限制 跟包含是说 每个店家如果都自己做自己的杯子 或者是自己自己的模式的话 其实对于顾客来说也是容易疑惑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第三方的业者 他们非常专业 不论是在IT上面的设置 或者是杯子的规格上面的选用 其实这个杯子 其实我们大部分餐厅的尺寸 或餐饮业的尺寸都可以相符的 新的环保消费模式 不论店家和民众都要花时间适应 而在草案中也提到 从111年7月开始 将全面禁止使用保利笼杯 刚出炉热腾腾的汤面 直接装在保利笼碗中 不用怕烫手 可以直接端给客人享用 不只能装热食 保利笼也有不错的保冷效果 刷冰放在里面 至少可以保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保利笼轻轻一丝 里面都是细小的孔隙 很容易四散在空中 相当难回收 它等于分子跟分子交连的情况 并不好 所以就很容易分开来 但是你这个变成碎屑以后 要完全就是分解 被生物分解到不见 还是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会以塑胶为例的形态 存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目前这种保利笼容器 在饮料杯的部分 台北市荣幸劝导不使用 而台中和台南已经全面禁用 其实是从整个循环的角度来看 就是对于塑胶类来讲 希望能够 国际上的其实也是这样 第一个是能够重复使用 所以对一次使用的 需要透过限制跟管制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不能重复使用的 那至少它可以回收 那回收以后 盐料经过再次 可以再做成二次料 市面上最常见饮料杯容器 有塑胶零膜的纸杯 PE聚乙烯材质 耐热70到110度 普通塑胶杯是PP聚乙烯 最高可耐热140度 而保利笼杯是PS聚本乙烯 90度以上就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 台湾号称饮料亡国 根据经济部统计 纯台饮料店在民国99年 营业额是488亿 到了104年就飙破800亿 从106到109年 都维持在900亿以上 10年来成长了一倍 而在店家数量 也呈现逐年成长的趋势 99年有14000间 104年就超过18000间 109年则达到了25000间 如果以每杯饮料 平均50元推估 每一年要用掉19.6亿个杯子 我们之前几年前的调查 大概保利笼杯的部分 估计大概将近8000万个 那当然最近几年数量 其实是往下在减少 那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管制 因为在净汤里面 这一次性的饮料杯还是常见 保利笼杯虽然对环境危害大 但在整体数量上还算是小众 使用比例最高的是塑胶杯 因此环保署在草案中也提到 未来饮料店 素食店 便利商店和超级市场连锁业者 如果民众自带环保杯需要提供5块钱 以上的优惠 希望借此减少一次性的饮料杯 过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在650cc以上的 至少要提供2块 那当然有些店家的价差比较高 那有些不到这样子的 还有价格就差比较大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把它统一到5块钱 5块我是觉得不多 但如果会强来的人 我觉得累积也是一个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经济比较困难 我觉得有鼓励还是有差别 现金的优惠措施 自带容器多数都是1到2块钱左右 或是采用几点的方式 也有业者担心民众自带的杯具清洗不干净 会影响到产品品质 所以迟迟没有跟进优惠活动 虽然环保意识抬头 但饮料业者观察 会自带杯子来买手摇饮料的民众 连一成都不到 优惠措施也许能提高比例 但相对在定价上也可能得做出调整 以目前手摇饮料包材来看 塑胶杯依据厚度大约在0.6到1.2元 零磨纸杯1.6元 保利笼杯2块钱 其他塑胶吸管 纸吸管和封膜成本 则是0.2到0.4块钱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包材的成本 不管哪种组合都不会超过5块钱 消费者只要能够自己寄的带杯具 你就不会因为成本的转价受到影响 那这个就是要提醒消费者 你要做环保的行为 你不要配合业者去做不环保的行为 我们估计大概透过这次 应该可以把这些一次性的铃鸭杯 可以剪下来 那估计大概可以剪到2.7亿个 大家在生活上也许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 但是因为这样小小的一步 那对环境其实都有相当的帮助 政策多管齐下 虽然草案还有调整修改的空间 但也希望民众和业者都能提早适应 大家齐心为减速尽一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